今天又是一起捡垃圾的视频 前段时间在闲鱼欧蓝看到了这台机器 价格是70 我上网搜了一下它的配置 在它的官网找到了相关的信息 机器使用的处理器是我们熟悉的S905X 而且机器里面可以放两个硬盘 这点挺吸引我的 所以我立马下单买了一台 加上12块邮费后 付款价格是82 等了几天快递终于拿到了机器 里面还有一个电源适配器 一把小型螺丝刀和几颗螺丝 机器背面有非常丰富的接口 两侧有三个孔 底部有四个脚垫 拧下背后的四颗螺丝 就能取下后壳 往前一推就能拿出主板 里面有两个2.5英寸的硬盘位 硬盘插好后可以用两颗螺丝将它固定 前面面板这里有块屏幕 需要通电才能看到 那么现在先来开个机吧 由于机器可以连接WiFi 因此只需要插一个电源就行 开机后屏幕会显示系统当前的信息 例如有没有插硬盘 是否连接好网络了 硬盘的剩余空间 以及当前的时间等等 想要控制它需要下载官方的APP 私家云 注册账号后绑定失败 然后还得让上一个主人 把机器的管理权限转让给你 里面的功能有点像王客云的语言系统 下载文件管理备份相册 三把共享 远程访问 这些功能都有 我手机端和电脑端都有赚私家云这个应用 这里得来吐槽一下 首先是下载 只能下载http直链和磁力链接 所以如果你正常了一堆种子文件 是没有办法拿它来下载的 那么磁力链接也勉强可以接受吧 于是我找了两个资源来测试一下 正经的和不正经的都有 测试结果是都下载爆错了 估计它的下载功能也是傍长背状态吧 备份相册可以正常使用 但是它是按照每个月份建立文件夹来备份的 个人不太喜欢这种形式 远程访问的速度7-800K左右 这点感觉还行不算太差 由于机器后面也有一个视频输出接口 那么意味着它也可以当一台播放器来使用 连接电视开机后 会看到这样类似电视盒子的界面 可以在这里播放硬盘里面的媒体 那么能否安装第三方应用呢 例如装其他的播放器 或者装一些可以看电视直播的应用 我尝试将安装包拷贝到U盘里面来进行安装 却发现提示禁止安装位置应用 但是系统设置里面 却没有地方可以取消这个限制 所以不太明白 桌面最右边的这个应用图标是拿来干什么的 然后我就继续研究 我来到设置里面 连续点击版本号5次 可以打开开发者选项 然后在里面可以开启USB调试 开启这个我们就可以通过电脑 给Android试备安装应用 但是机器不能使用双公投连接电脑 得使用Type-C线连接才行 授权之后 通过ADB Install安装报名 可以将应用安装到机器里面 不过虽然电脑这里显示成功了 但是机器这边却不会显示图标 试着的应用列表里面也没有 所以想要给这台试备安装第三方应用的想法 我已经放弃了 不过到了这里 我想到既然我可以用ADB控制它 那能否让它重启后进入右旁里面的系统呢 于是我搞了一个S905X可以用的按边 写入右旁 然后执行ADB Shell Repet Update 机器可以重启 但是没有办法进入右旁里面的系统 一直卡在开屏界面 看来是没那么简单的 暂时就不折腾了 希望后期有大神研究一下它怎么样才能刷机吧 那么经过这样的研究呢 现在总的来说呢 你如果买这台机器的话 只能用它原生的这个系统 然后如果你想拿它当电视盒子的话 它又装不了第三方的应用 只能播放里面的视频 我感觉作用不是那么大 我这台机器已经用到手 到现在已经有10天了 然后我觉得它最大的用途应该就是 它可以带出门 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功能 就是它这个后面呢 有一个开关 只要把这个开关打开呢 它这个机器就会开启一个Wi-Fi热点 然后你的手机可以连接这个Wi-Fi热点 就可以访问这里面硬盘的内容了 这个功能我以前也是想要去研究的 就是我们的NE或者树莓派都有一个Wi-Fi嘛 然后我之前就想过 如果我们把那个NE或者树莓派上面 试制它开机之后就自动开启这个热点 然后我们手机或者电脑连接它 开启的这个热点就可以访问里面的硬盘内容 觉得是挺好的 但是现在这台机器嘛 它自带就有这个功能 而且呢就是后面有一个开关可以试制 如果你把它打开的话 它前面的灯就会变成黄色的 你就可以连接到它的热点 然后其他的功能我觉得没什么用 因为这里要说一下 它这个网口呢是百兆的 百兆的网口那么理论上的速度就是12点多兆每秒 但是实际上我们用的话应该是11兆左右 然后它还有这个可以连接5G的Wi-Fi 但是5G的Wi-Fi虽然显示的速率很高 但是经过我测试呢 它SMB的访问速度只有13 14兆每秒 总的来说呢就是各方面都是受制于它这个网口啊 以及这个Wi-Fi的速率嘛 总访问的速度都不会很高的 所以就是即使你有这个2.5英寸的硬盘位也没什么用 读取的速度顶多就十几兆而已 但是如果一般的使用也是够的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它最大的用途可能就是这个吧 如果拿它备份相册什么的 我是不喜欢它这样的分类的就是按每个月份建立一个文件夹去这样备份 我是不喜欢的 所以我肯定不会拿它去备份相册什么的 然后下载的功能它要藏废了 所以也基本没什么用吧 所以但是呢 现在它价格七八十块 就是如果以后可以刷机的话应该我感觉它应会会升折一点点 但是也是挺有限的毕竟网口啊这些限制在这里 所以最后的总结就是它不值得买没什么用的 但是它颜值还是挺高的买来玩一玩我觉得还可以 毕竟我买来还可以做一期视频 你们买来肯定大多数情况下应该是放在吃灰的 好了那么这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希望你可以帮我的视频点个赞 谢谢大家